近日 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炮兵分队赴西北大漠展开跨周夜火力打击演练 无人机情报侦察引导 炮兵精准制导 火力覆盖等多个科目连贯实施 检验炮兵部队多武器协同配合 多弹种火力打击能力 炮兵指挥车侦测到目标坐标 立即将信息回传 红箭时反坦克导弹车组迅速占领射击阵位 调整射击诸援 导弹无效而出 射手根据弹头光纤传输的视频图像 不断调整导弹飞行航线 成功击中8公里外的坦克把镖 导弹飞行过程中 射手要精准地控制手柄 不断调整导弹的飞行弹道 来实现精确制导 在火箭炮阵地 侦察无人机紧急升空 对25公里外的目标进行远程侦察 火箭炮各战炮班组根据回传信息 对目标区域展开炮火覆盖 首轮射击结束 战炮班组快速撤出阵地 他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第二个目标阵地实施火力打击 演练中 这个旅将侦察无人机分队与反坦克导弹分队 火箭炮分队紧密结合 围绕侦察引导 精确制导 机动转移 炮火覆盖等课题进行公关 检验炮兵部队的综合作战效能 我们采取多专业配合 多弹种射击 昼夜联关演练的方式 合理配置打击要素 同步采集作战数据 锤炼部队在复杂环境团下指挥控制 机动打击和协论作战等能力 火箭军谋旅导弹发射先锋连 是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好的常规导弹发射连队 组建当年极具备发射能力 三年全面形成作战能力 组建28年来 连队持续锻造 随时能战 准时发射 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 枕着敌情睡觉 准备今夜打仗 也早已成为这个连队的常态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支连队 领略火箭军官兵神剑在手 使命在尖的豪气 和纹令而动 剑剑命中的真功夫 在那支任务当中 我们连队六进六出发射阵地进行待机 在履理组织的党史学习教育中 班长左小山结合亲身经历 为新兵讲述连队六进六出发射阵地的故事 永远让我们全联官兵牢记这个一心向党的忠诚血脉 依照自敌的取胜本领 一往无前的胆薄火器和一路开创的进取品质 把导弹发射先锋连正面骑士 永远挑扬在备阵打仗的最前沿 左小山所在连队组建之初 短短两年就具备了全天候作战发射能力 曾被中央军委授予导弹发射先锋连荣誉称号 走进新时代 连队官兵发扬先锋先行赶闯赶拼的精神 把手中武器炼到极致 正是怀着这种立足手中武器打胜仗的坚定信念 先锋连不断夯实忠诚自知 挖掘武器信任 施发官兵潜能 在探索人与装备最佳结合的过程中 冲锋在前 2016年全联整建制奔赴数千公里外的大摩戈壁 独立担负装载机动速营发射等任务 连队在抵达目的地后的第三天 就完成了首发导弹发射任务 精准命中把镖 创造了火箭军历史上发射准备时间最短的新记录 我们始终围绕提升戒备状态这一核心在用力 我们提升的反应时间从原来的小时级 变到了现在的分钟级 反应速度更快 戒备状态更高 实战中战斗检员在所难免 培养全能号手成为这个连队 推进实战化训练的现实举措 目前全联已经有近一半的官兵通过全能号手考核 具备实战条件下单独发射导弹的能力 单车单车主要讲的是一个人 一台车一发导弹 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也要能够成功地把导弹发射出去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制胜未来信息化战场不仅要随时能发射 更要打得准 连队官兵在一次次实讯中 总结创新出转弹瞄准三步三秒法 导弹两定快速吊载等训法 大幅缩短导弹发射准备时间 有效提升命中率 由经验转化成数据来说话 解决它的时间问题和精锯度的问题 这些方法最后不但是从我们连队 推广到全银 推广到全旅 最后推广到兄弟单位再使用 箭在弦上 隐而待发 正是这个连队的常态 前不久 连队官兵刚刚转场至陌生助训场 就开展夜暗驾驶 极限通信 微光操作 合身化防护状态下 操作等训练 不论环境多么艰苦 情况多么恶劣 对手多么强大 我们都坚定打赢必胜信念 始终立足新起点 新状态 新标准 不断催生打赢新战力 这段时间反映王继才夫妇 32年平凡坚守的电影 首导人正在热播 浪的执着 教得顽强 民的本分 兵的责任 引发了许多观众的共鸣 岛再小 也是国土 在我国漫长的海防线上 散布着一座座小岛 海防官兵用忠诚守护 书写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官兵的镜头 一起登上黄海深处 一座红色雷达站 听战士梅佳琪 讲述一把土 一滴水 一口井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海洋岛雷达站战士 梅佳琪 在我们这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一年四季风 从春刮到冬 半年无天日 云雾绕山中 大家看 今天就是大雾天 一年当中有两百多天 都是这样的大雾天期 这里就是我们的雷达站这地 我身后的这个大圆球 就是雷达防风罩 我们雷达站常年处于 24小时的战备直播状态 作为雷达兵的牵列 顺吞尔 我们日夜守护着祖国的空防安全 不受侵犯 在这里呢 对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这一格一格的 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把土 泥土在大陆上 腐蚀吉德 不足为贵 但是在我们海岛上 却是无价之宝 1961年 无线电源徐成敏 集讯将要归队临行上岛前 他用他的跨包 装了满满的一包土 带回岛上 建立了第一块菜田 后来建立了延安田 北京田等大大小小 38块巴掌田 铸就了一把土精神 1961年8月 游击员左林副高烧不退 卫生员把一杯水和药片 送到左林副身边 他又悄悄地把水 倒回了粘备桶里 把药片干吞下去 他说舍不得 人没水还可以继续坚持 但是游击绝不能没有水 后来一滴水的精神 在海岛世代传扬 如今雷达战的生活 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为了彻底解决 吃水难 吃菜难的问题 旅党委带人 经过几次选址 为官兵新打了水井 还有就是成米田 利用科学的种植技术 让我们在大风大雾天气 补给船停航的时候 也能吃上新鲜的蔬菜 红色是鲜亮的颜色 更是忠诚的本色 前哨是地理位置的前哨 更是旅行使命的前哨 也许我们这里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蓝天 阳光 沙滩 海鸥 更多的是与风为伴 与孤独为伴 但这里有我们的守护 海岛有我 将中国发现 将人心发现 没错 花се 资料 离开 二道 你 inf 帆 我是 选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